過去就超短 所以你看那個風是從水平 你不想那麼早進去 所以北風跟東北風容易進來 他們空氣是乾燥的 那你們去過千塔湖對不對 腓脆水部在這個方向 他們後面就是 原來後面就是湖山 在後面那一座山子高叫做雪山山脈 所以雪山山脈是2000公尺左右平均的高度 所以南風西南風不容易進來 因為我們空氣乾燥只是這個意思 那如果實際 長下雨沒有空氣 只要願意出來太陽就很難煉 那第二個問題客人會問啊 那如果有蝴蝶怎麼 你們面線怎麼站 我們後面有空法 所以很多客人會問一個問題 下雨怎麼辦 都不可以玩 照完 就空出來 所以網法不一樣而已 等一下你們的面線 會掛兩槌 所以該有服務都會有 這個會記得 那你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要乾淨 為什麼要乾淨 空氣乾燥 它自然有發菌的效果 所以傳統食品 你要去記得 你今天做那個健康的問題 小朋友你要記得 健康是自己的 所以你的健康不好 不能怪政府 不能怪商家 不能怪世界 每一個人 為什麼 所以我們開始要看 外食已經無法克服 其實楊生麥當勞 不需要 那一點腳亂手吧 真假的啦 麥當勞 配吃 但是可以隔餐吃 隔日吃 隔夜吃 隔夜吃 隔週吃 我這樣了解意思嗎 就是你吃的東西 不要重複去食物 你臉雞的東西太多 它就不容易還吃 因為它在食品規範法裡面 因為我有執照所以我比較清楚可以參考一下 食品規範法裡面它有提到一個事情 就是都沒有焦焦 但是你不要忘記 你吃的東西大部分都加那些東西 全部聯繫起來一起焦焦 所以要隔餐隔夜 那些東西不要常吃 那是說講到重點 重點是什麼 我們的麵糰 你吃的麵線裡面只有加醇 傳統 叫麵糰 所以凌晨四點老闆師傅們 就要開始準備起來拌麵糰 來這個地方很精釋 所以傳統食品的健康是來自於 人力跟時間去換來的 你今天在外面買的很多品牌 比如說統一麵糰 那個工廠 麵糰倒下去 包裝好 好 準備好一個小時全部完成 這個要加很多東西 其中一個人家修飾 如果 那種東西 真的很可怕 OK 那給各位參考一下 所以為什麼它可以那麼快 因為它必須加很多東西 我這邊發酵就兩個小時 憑什麼 我們偷偷來講 你們都不懂 可以好吃的東西 前往不要吃 在哪兒啊 好燒 好燒